那个主席 主席各位委员 这个是我们国民党的每一个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都有提案跟联署 主席请你注意看一下这个提案 每个委员我们都 这是我们的意见 第二个是既有争议性的一些法案的这个修正 答询是答询 可能另外定期再来这个审查这个法案 这个在每一个委员会都是这样啊 我们不希望说闹成说 今天刚开始就散会了 我举个例子 那时候我们在内政委员会啊 要把国土复义法跟那个国土计划法 吴医生委员提出来提出来讨论 当时简东民高金苏没跟我 我们三个人在那边反对 马上就散会了 因为这个是不尊重我们原住民委员的意见 那个是比较有争议的法案 但是今天啊 我们要尊重交易部在101年2月的时候 他们才提出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还没有还没两个月 那我们现在就 赵伟就提出一个这个事法的一个修正案 是不是说因为这个有牵涉到议算的问题 财务的问题啊 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啊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 先先这个来做进行一个打询啊 让这个啊给交易部一点时间啊啊 在年底的时候他这个评估这个财务跟议算的可行性啊 因为这个这个法真的是牵涉太大了啊 要请政府做这个什么保证啊 还有25年啊如果没有偿还的话 由政府来买单 就是由全体的纳税人买单 这个这个我们要深度的讨论 所以我我建议了哈 是不是尊重我们交易委员会啊 我们委员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提案 因为我们正式提出来了啊 那主席你就针对这个啊 来大家啊来进行啊 如果没办法表节嘛啊 好建议这样的